身为群居动物 人类与生俱来就有归属感的需求 相反来说 当一个人被拒绝 被孤立 被误解 或者是对于人际关系不满意的时候 就容易产生孤独感 但是孤独感是一种主观的负面感受 它并不能跟社交孤立 画上等好 我还是 对啊 那个会议 等一下开始 每天一进公司除了开会 还要忙着看一份接着一份公文 对专业要求高的陈梦秀 目前在台大EMBA进修 一天24小时 有一半时间都放在工作和学业 他认为这是一种使命和责任 即使独自一人的时候 他总能安排好行程 不让自己感到孤独 我个人当然除了工作非常忙之外 我的生活也是非常的充实 那不仅是就是有我的家人以外 也有我的很多的朋友同学 然后我的同事 其实都是我生活上非常好的伙伴 那除此之外 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擅长安排自己的生活 非常的喜欢跟自己的相处 那也从这个过程里面 我真的觉得很能够自己相处的人 是对于工作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我们说那个Lonely跟Alone 看起来都是孤独 但其实是不同的意思 那Alone的话是自己 Lonely是一种孤独的感觉 那我们为什么每个人都需要这种 有连结的这种滋养的关系 因为它在我们人格的养成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深处的这个需求 所以在我们感觉一个人的时候 心里面有没有一个互相关心 主动的那种连结归属感 哈佛大学医学院研究指出 慢性孤独会使每年死亡率提高26% 当感到孤独或寂寞时 其实正在对身体产生负面生理影响 我想孤独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负面的意识 它其实是一个状态 然后重要的是说 在这个社会上其实也有很多很孤独的人 可是重要的是它如何跟这个孤独相处 因为其实孤独不会只有发生在一个人的时候 也会发生在你有伴侣 又或者是一群人的时候 那像我自己来说 其实我是还蛮享受孤独的时候 就是说其实你可以透过一个人 宁静的相处去想一想你自己的生活 研究指出长期慢性的孤独感 会活化自主神经系统 以及活化压力反应系统 进而改变我们的基因表现 会造成像是悲观感受 敌对感增加 高血压以及失眠等症状 并且与心血管疾病 免疫系统 忧郁症 焦虑症 以及物质滥用 息息相关 孤独感的感受也是有一些正面意义的 当我们感到孤独的时候 会驱使我们去寻求一些更具有意义的人际关系 首先我们必须要能够正视自己的人际需求 去厘清什么样程度的人际互动 能让我们感到舒适 再来就是我们可以多方去尝试各种休闲兴趣嗜好 根据美国研究 针对全球五万五千人网络调查 调查显示 每三人中就有一人会感到孤独 跨足各个年龄层 最感到孤独的是16至24岁 其中有40%的人表示他们经常感到孤独 即使一个人他有很多朋友 有丰富的社交生活 还是有可能会感到孤独 因为当社交网络以及社交互动的值跟量 不符合自己期待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连串的负面情绪感受 造成孤独感 专家指出当人出现孤独感 容易对疼痛更加敏感 也会压抑免疫系统功能 甚至孤独感还会让睡眠品质降低 若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 最重要与他人好好相处 去建立维系关系 就能有效降低孤独感 TVBS新闻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拿起加油棒 在观众席跟啦啦队和口号忘情呐喊 就算只是场边永远的这家第十人 现场观看体育赛事 快乐无假 打球队大多数人来说 是一种压力释放还有满足 那现场看球赛呢 有研究指出 感觉就像是找到工作一样幸福 您觉得呢 出社会了 想揪咖打球 不像学生时期那么容易 看球对于球迷阿良来说 是下班挑剂的首选 这一点基层教练也有同感 现场跟在镜头前面看 最大的差别就是 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有打球 那其实有很多的东西 是镜头上看不到 比如说球员的一些习惯动作 然后或是有哪些 他们可能热身 然后或是准备的动作 这些其实对于我们有在打球员 是一个很好的启发 就是走到棒球场内的时候 会感觉自己很像 进入一个游乐园一样 或是自身在另外一个世界 如果用一个词去形容 看球的幸福感 你会觉得像是什么 这可以播吗 算了 这也是想要除了看球的 这个本质的这个诉求之外 那也想要成为球赛的一部分 进场就会想要有一种 嘉年华式的饗宴 那就像是去看一场演唱会 跟看电影一样 是六月跟朋友去自助旅行 那些朋友刚好都是看球的朋友 那都会 就是刚好都讲好说 我要去日本看两大这个主场嘛 一个是当然是很有名的 历史悠久的夹资源 一个是金池巨蛋 那这个就是刚刚讲的夹资源的票 运动家对 2018年8月8号礼拜三 所以看美金还是二楼 还三楼 其实不是很前面的 也有人特地远赴国外 只为亲眼一睹 国际球星评战的风采 每个人看球都有不同动机 共同点是心里和脑内得到满足 比较大家所熟悉的 比较马斯洛的需求成绩理论去看 所以需求成绩理论 成绩理论 谈到说这个人需要多需求 若满足的需求 是幸福了 所以我透过观赏运动赛事 可以找到一些 跟我一样有这个同好的这些朋友 所以你这个社会需求 就被满足了 特别是我们去看东华对象 这之前一阵子亚运 甚至在更久之前的世大运 大家一起帮同一个球队 我们帮我们自己的一个球队来加油 很容易就让人家觉得说 我们大家是一体的 我们其实好像不会是 孤单一个人这样的感觉 特别是孤独这两个字 对心理的影响 已经被广义的认定为 现代流行病 英国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 心理和运动科学的学者 曾在2023年初 着手调查主观幸福感 其中观看现场运动赛事 能带来的生命价值感 略高于求职成功 远远胜过经济收入上的优势 或压力 更不用说不可逆的年龄增长 性别和健康状况 我支持的球队 我喜欢的球星 他表现好 就是回馈到时候你看吧 我的选择是对的 我当时做这个事情 是正确的 就在工作上 有好的表现 我的主管 同事也有正面回馈 所以为什么这个看球赛 得到幸福感 跟工作有关 因为工作上得到了 这种成就认同 跟看球的赛事 所得到认同 是很接近的 不过激情既然可以催出幸福感 输球的失落 反馈勇时更强烈 尤其是我们如果真的很 投注心力在这个比赛上 真的输了 你觉得难过到 我都不想去上班了 可能一两个礼拜了 你还是这样子 那当然我们提醒一下 就是你还是要去寻求一下 专业的协助 胜负是一时的 正向心境才是长久 或许不能成为职业好手 但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人生 打出 绝妙好球 TVBS新闻 李延之夜日服 看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